CDM 5G 已經推出一周年了 今天我們找了幾位來自各界的人士 一起看看他們5G的一年用後感 Let's go! 5G 特性中哪一項最能幫到你? 我覺得一定是高速 因為作為這麼講求效率的人 平時你都會上載一些影片上網 也會分享一些故事 5G 的時候就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最重點就是 夜晚看影片的時候 尤其是自己一個夜晚看影片的時候 你最怕那些片集的 5G 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了 我就會選這個多連接 其實用了之後 我和身邊的朋友是有點... 有一點點... 因為他們有時候收不到 我又收到 明明我看到你為什麼看不到呢? 就好像... 我有一點點想降低級跟他們一樣 我覺得如果真的做直播的話 低時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觀眾 可以看到我們直播的時候 都是一個非常順暢的畫面 用了5G一年 對你有什麼改變呢? 之前呢 基本上我們就好像... 我們直播有一點點... 是Minecraft 即是... 出到來我們... 是起了格 現在我們可以清晰一點 變成... 我們有時候拍這些直播片 都要... 設好頭髮 化好妝 不然就會讓觀眾看到我們 有時... 直播太...太...太... 太...太...太... 我覺得... 我除了5G之外呢 我就用了這個3D Fan 我覺得... 真的很方便... 很方便 整個香港看show 追星 然後去玩 所以就... 這麼快的時候 我一個的隧道 馬上收到 在隧道裡面也收到 好舒服 還要補充一點點 有一點點 香港朋友線 為什麼你們來香港這麼輕鬆 什麼... 不用買電話卡 然後... 我就跟他說 CTM3 即是說CTM那件事 給他知道 他就會覺得 原來是這樣的 澳門人可以這樣用電話的 這樣 在未來 你最期待澳門5G有哪種功能 其實因為我們很多新的技術 都希望套用在直播間當中 讓你整個的感覺和氛圍 是有不斷的提升在這裡 可能是一些VR 或者AR技術 都可以放進去 最近很多的粉絲都會問我 這件衣服 究竟合不合我穿呢 所以我覺得可以結合了 一些未來的一些 我們5G的技術 我們VR的技術 就可以檢查他自己的 所有的資料 那就可以 原來這件衣服很必要 一上身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容易退貨 我自己最期待 就是那個 無人自動駕駛 因為我本身有車牌 但是我是沒有開車的 因為我泊車超差 所以無人自動駕駛 就可以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泊車的時候 最後有什麼想跟CTM說 希望CTM可以在各行各業當中 都去幫助到不同的朋友 還有都告訴大家 CTM能夠做到很多的 很多人都會覺得CTM只是一個電訊公司 或者是網絡公司 但是我覺得未來可以結合 再多一些的元素 形成了一個 在澳門人心目當中 我們CTM是一個 是一個很大的平台 那作為一個 土生土長的澳門人 其實CTM 都等於是我一個 由小到大認識的朋友 所以很希望我們 我們有我也好 馬介休也好 CTM也好 繼續會有很多驚喜帶給大家 繼續令到大家覺得 由小到大都可以在 CTM的服務底下 是一件有優越感和幸福的事 I love seeing him yeah